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你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宁 4月26日 联合国就加强和欧洲委员会合作的议案进行辩论及表决 议案内容提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然而在第二轮投票中 中共破天荒感投下了赞成票 然而相关信息目前在微博已经遭到删除 外界认为 中方近期一连串的举动似乎显示出习近平有可能抛弃俄总统普京 网友留言说 这个完全在意料之中 也在出卖的时候了 这个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欧洲在6月份就要讨论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表现一下可以吗 也有网友认为 可能是中共国防部长去俄国想要俄罗斯先进武器的关键技术 但是俄罗就不准 因此投了俄罗俄侵略的赞成票 更有人直指 在日前劳沙耶所发表的《前苏联国家无主权言论》起了作用 而留言在宣话 说 许杀的大使在其中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淡港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 郑一毛教授表示 中共是耍两手策略 一手向普京交差 一手是帮自己留后路 中共在第二步做的全案表决时候 投下了赞成票 事实是 中共没有支持罪民当中谴责俄罗斯侵略 只是最后表决同意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 由目前中共经济急剧恶化的情况来看 习近平需要改善和欧洲的关系 而吸引欧洲的资金进入中国以振兴经济 在这种并非关键性的案件 乔庄中立不单只能改善和欧洲的关系 更有在于中共日后在俄乌谈判中的角色 可以提供俄罗斯更多的刹刑 郑一毛认为 中共的大战力仍然是联网抗美 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 习近平或是可以在俄罗斯战败的时候放弃普京 但是不会轻易放弃和俄罗斯的关系 时评元堂正愿指出 普京开始进入到乌克兰大反攻的压力测试期了 它是对中共介入来推动和谈 或是推动援兵资界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因此中共在某些方面施展一下权移资界的弹性也相认增加 唐正愿还指出 习近平应该是获得了普京的同意 因为习近平在第一轮 关于删除侵略表述的投票当中投了棄权票 已经向俄罗斯表态交了底 然后在第二轮才以这种表演形式投了一个赞成票 换句话说 在保持中欧关系继续分化欧美 以及中共迫切需要欧洲的技术和资金 来帮助恢复中国经济 在分量上显移比一个负大性质的联大投票相比 是更大且更加重要的 因此习近平只是不想因小失大 而影响到自己未来的百年变局大计 由这个角度来看 说习近平抛弃普京只是一个假象 4月15日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之间发生武装冲突 在冲突持续背景下 多个国家启动了撤桥行动 4月29日晚 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在推特上发文 对比中美苏丹撤桥 在该条推文的配图当中 左侧部分是中方撤桥画面 配文说中方已经派出两艘海军艇 撤离940位中国公民 右侧部分就是美国主流媒体记录下的美国撤桥画面 包括CNN、美联社的报导 配文说 美国政府迅速用飞机撤离美事馆工作人员 却武协调撤离美国公民的计划 华春莹发推文说 中美之间有一些差别 当国外遇到危险 美国官员会先自己撤离 而中国外交官总是先帮助本国公民撤离 最后才离开 网友对此大为不满 如果你不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全世界 忘记了前排 9个中国人在中非被猖獗的事件 每天在跟美国比 可惜每天有人走去美国 可惜没人走到中国 CCP经常用中国大家掌识的专制证 来理解世界 这样的舆论战未必有就效 华大妈生动的摩迪讲解了 什么叫开口就来 黑白颠倒 死的都可以说回山的典故 佩服佩服 共产党如果哪怕 炒手地把这个技能用在其他地方 中国老百姓的日子 就比起现在好过得多了 日前有专家指出 随着俄中朝的联合越来越巩固 从而强化了美日韩同盟的关系 东北亚两大阵延对立 已经是无法避免的时代趋势 韩国总统韩石月四月底访美 他在上任一年之内 就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两次的双边峰会 今次更是韩国领袖时隔十二年 赴美进行国事访问 显示美方当前对韩国的重视 对于外界忧心 中共实施经济报复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贸易投资室长金元基 在进出口动向记者会表示 目前尚未出现通关 检疫延迟等的直接受影响案例 相关单位都维持密切沟通 并且持续关注中方的状况 中国问题专家郑在兴和中央社说 习近平开启第三任期的同时 并下强化中俄安保经济合作的方式 促成多极化国际秩序对外战略核心 韩国在这个前提下 采取倒向美国的政策 这样一来 中共将很难稳定维持 和韩国的经济伙伴关系 郑在兴说 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尹瑟政府将它持续强化美韩 美日韩的安保合作 这个会促使朝鲜半岛周边 产生类似的新冷治局面 熟悉两岸议题的 韩国湖西大学教授全家林就认为 即使韩国不表态 在东北亚地区的两大阵营对立成型 已经是无法避免的时代趋势 俄中朝的联合越来越巩固 也会强化美日韩的同盟友邦关系 希望压制朝鲜威胁的韩国政府 不太可能再次采取亲中立场 也有分析指出 中共的限寒令等措施 虽然确实对韩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但由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韩国对中国的依赖度 另外对于两大阵营对抗 可能招致的经济报复 美国正在积极寻求应对方案 日本经济新闻报导指出 拜登政府在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时后 可能会为牵制中国经济能力提出关税合作方案 规划当中国对美国友邦制出经济报复措施时后 提高对中国制产品货生关税作为反制 并提供受影响友邦金融支持 或降低关税等的补偿设施 对此有网友评论说 利害国是韩国最大出口国 韩国出口的都是利害国求之虐渴的高科技产品 以利害国现在饱受制裁 高科技产品进口困难的处境 如果停止进口韩国产品 就好像帮助美国加强制裁那样 同时利害国根本就不敢制裁韩国 就如同制裁澳洲最终相及自身 不得不认需收场那样 制裁中共最终都是要中共帮忙自毁 才能达到制裁目标 再等中国制裁韩国 彻底断了中共走私破坏美国制裁的后路 这件事就只望包子弟帮忙了 还有网友指出 现在不是三国对三国那么简单 明明就是要美日韩三国 在欧洲对北约十几个国家 三国对世界上主要的国家 据中央社报导 4月27日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举行年度军演 收到模拟中共入侵台湾 美军将领表示 美方的终极目标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据报道 今次演习综合了全球反空战争当中使用的一些标志性战术 武器和其他工具 反映出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 引认潜在冲突作出了重大变革 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 布拉加装像在演习之前的演讲当中说到 根据我们的国防战略 中共是真正对我们步步逼紧的挑战 他还表示 最终我们要设法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是我们的职责 据悉 美国国防筹或官员正在将重心放在压制中共在印太地区 及全世界扩充影响力上 而美特种作战司令部 在演习期间直言不畏地 将中共及共军称为敌方 这是美军罕见的直接举动 因为美军一向不愿意公开表明将可能发生冲突 一名美国陆军 陆扁武部队军官向一百多位成员宣布 俄将收到来自上级的指示 要求我们在台湾岛上展开对抗解放军的行动 日前俄乌战争影响持续 然而俄军进展不信 死伤惨重 共势停滞不前 据发生写 俄罗斯布朗斯克州州长30号指控乌克兰 对靠近乌国边境一个俄罗斯村庄 进行导弹集击 导致至少两人死亡 并称一栋居民流完全被摧毁 另外两栋房屋被部分摧毁 报导指出 在俄军导弹集击乌曼造成23人死亡之后 克里米亚的俄军由富裕集 俄境内都遭到炮击 据塔斯社报导 俄雇军雅加纳集团首脑普利哥津 29日接受亲特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战地记者 皮古夫访问时表示 在避开天气因素后 乌军8%会在5月15日前发起反攻 并坦然对俄罗斯来说 这个将会是一场悲剧 普利哥津在访谈中还表示 阿加纳集团军炮弹已经严重不足 只是得需求量的10-15% 这个很可能是令集团军走向衰败的历史 据悉 俄军自去年7月以来就没有再取得过任何重大收获 还被迫由先前占领的乌克兰大城市撤退 根据乌军方统计 俄军阵亡人数累计已突破19万大军 美国白宫官员表示 俄罗斯在攻夺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木特的过去5个月战争当中 有超过10万名俄国战斗人员伤亡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阿比指出 俄罗斯在乌东顿巴斯地区发动的 主要是巴克木特的攻势已失败 俄罗斯一直无法夺取任何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区域 俄罗斯人在巴克木特取得了一些的进展 但这个是以可怕的可怕的代价换来的 乌克兰在该地区的防御能力仍然很强 俄罗斯正在耗尽它的军事处备和武装能力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多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